塔通输了 这场比赛看了 这个塔通胜负值全场应该是加二还不加六啊 全队全场下来是应该是输了 十分左右 但是塔通胜负值当然非常高 打了41分钟 就七分钟没打 那七分钟没打的时间被热火队 追着屁股打 可见靠尔士人呢 现在呢还是缺乏一个特别可靠的 就是在塔通不在情况之下能够引领大家的 包括精神属性啊 防手段冲锋在前 这方面的综合能力啊 能够替塔通五啊 分担一定的领袖压力的这种角色 现在暂时还是没有 霍拉迪呢 他之前在雄鹿 独冠的赛季 其实也不是队内二张家 二张家弄比特尔克坤嘛 他只能摆了老三角色 而且霍拉迪远呢 也是听人呼来唤去的活 他不是一个就是在队内 发生这块多么可靠 能够引领大家精神方面 能够捏合权罪的意志 不过这种类型 波尔金斯当年不也是吗 在东西身边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 现在的卡尔车人呢 还是单一核心 就是杰伦布朗呢 虽然说挺优秀 但是他这种优秀 更多体现在数据上面 只不过他的领袖架子这方面 分担老大核心的更一式作用 这方面都要弱一些 这就杰伦布朗 在场上尤其是这样 因为他不是彻底的攻守一体 防守转 如果说他这场呢 球队的防守质量 就下降一个程度 进攻呢 虽然说也还行 但前提条件是场面上 得跟塔通同时出场 他这个特点有点类似于 德朗德格林 或者说有点类似于 克莱汤姆森 有塔通在 整个卡尔车人进攻都还是一样 一个能量 没有塔通五的 立刻掉了一挡 这就是卡尔车人当下的问题 但是塔通五的出场时间 没法再继续增加了 仅仅是打一个守闻 面对的又是一个 陈队热火 塔通五现在 已经是场军出场 41分钟了 按理说前两场比赛 要是一般球队的话 队内的大跑 核心领袖 场军出场时间 也就是35 6分钟上下 为什么 因为对面 基本上伤了好几个嘛 那你大明星 出场时间 为什么要对这么高呢 重点就在于 金木朗啊 他缺乏那种 残阵的领导能力 场上太仰仗塔通五了 这是卡尔车人 诉求的原因 今年卡尔车人 还是就跟过去 基本上同样的问题 这个队友缺少一个 真正能够破题的 一个顶级的做题件 毫无疑问呢 哈登就是这种 绝佳的选项方案 如果今天哈登 去世卡尔车人 不得不说 卡尔车人呢 前几种远胜于 如今 莱尔纳德自从归队以来 萎靡不堪的 洛杉矶快船 快船这个队伍 还是总体让人失望的 因为莱尔纳德向来 打打停停 就这个本色呀 包括他一旦有点小伤的话 小伤大痒 同时呢 他通常是 不与外界沟通 自己的伤情 使得不光是球 包括球队内部 对莱尔纳德 何时归来 都是很不确定 因此呢 他突然之间 就回轨的话 全队都得是 临时调整 比赛场上 之前行之有效的 进攻防守策略 对球队影响比较大 这就是莱尔纳德 向来不管不顾 这个人啊 有点自私自利了 从来都是 只考虑自己 不考虑大家感受 如果哈登 去世卡尔车人 今年政贯险景 那就难以想象了 整个东区美对手 而且你打什么 漫咪热火之类 对方就 寄出一个区区联防 哈登去了 基本上 三两秒之内 就已经点破了 热火队防守端 到底哪一块 是卡尔车人 打开问题的诀窍了 但是卡尔车人 场上 都是一帮肌肉棒子 只会用五个槽 只会用四指 在场上奔跑 但是 不会用大脑去思考 这是卡尔车人 包括塔洞在内 他因为识别能力 也不具备 那种顶级的 篮球至上的 加持自下 你像什么 咱们是哈登啊 这种超级双能位 塔洞也不具备 这种能力 这就是卡尔车人 现在还有点缺陷 清鱼觉得 东霞快船 谁能出现呢 快船能出现呗 东霞这个队伍 外强中感 上一场比赛 主要是因为 梁拉德呀 太蠢了 付出归来之后 你理应应该 服从球队的既定安排 之前上一场比赛 打那么顺利 你让哈登继续 突破这个话东西啊 或者说 哪怕不突破呢 单挡掩护之后 各种各样的 调动卢卡东西 结果没有 还是得奉献爽棍 他俩是 你翻创报 我登场 一个阶梯 另一个 不断的去尝试 单挑东西 而且他用单挑放射 非常少 东西怕哪种单挑 突破呀 你比如说 为什么 威斯布鲁克和哈登 他俩面对东西 带队情况之下 比分这块 就明显倾向于快船 甚至短时间之内 两三分钟 分岔就能迅速拉开 有这种迹象 梁拉德和保洛乔治 他俩 第二场那场比赛 发挥完全就是个妥雷 也没一张脑子 在场上面对东西这种 他明显速度横移 都很慢的角色 梁拉德居然啊 每次持球呢 都是右胳膊往后 左胳膊往前 做是要背身单打的东西 你单打这么个背身方式 你别说你 那尼古拉约旗 他也顶不动东西 那东西如果防你背身的话 那不正好是 踢到钢板上吗 他是联系当中 最重型的一个外戒 你怎么背身单打他呀 保洛乔治也是 滑了半天滑了不进去 保洛乔治突破 本身脚步不是很逼 他就得是 之前呢 做足了准备工作 才能往里进 而且乔治呢 缺乏足够的道具管 也分不清楚 对方篮下 到底有什么协防啊 加急之类的 防守的协助 玩命往里冲 往里打 效果也不好 对方稍微一手手 往外分球呢 分的又慢 同时分的又差 经常被对方抢断 这就是乔治 你也打不动呢 打不明白 而且保洛乔治的风格 也是后车步单打型的 这种东西也是靠田吃饭 打不了东西 最好最适合打东西的 就是卫超够的 但是梁纳德 保洛乔治的打法 太不冷静了 过于强调自己 独断专行的风格了 使得快纯队全队呢 之前 营求的访案被搁置了 那你已经尝试出来一条路 你结果不继续走 非得新开辟一条路 多傻呀 太傻了 卡尔车人呢 卡尔车人 卡尔车人 卡尔车人就这样 塔通还挺厉害 你看这两场比赛下来 他打的出场之间 郑富之两队之内最高的 就哪怕说这场比赛热火赢了 郑富之都没有一个 前两场比赛加一起 贡献比塔通不到的 第二场比赛塔通 郑富之居然也是这样的 打了41分钟 率队领先 只能就杰林布朗 也是个蠢人 杰林布朗这个特点 也是空有五八糙 空有 一身肌肉 杭泽大脑里长的都是肌肉 就这个人 你打那个比赛呀 怎么说呢 没有有时有少 就是自己感觉来的 就是闷头就是干 而且他防手端 包括塔通一旦下场之后 杰林布朗这个眼 他哥场上 他看不清形势 就是数据看起来不错 那也是前提 是跟塔通一块打荡 塔通一旦下场 防守都能捂住谁 外前就被对方爆破 你看他跟个屋头场上似的 脑子里不知道 都撞的到底是什么 塔通在的时候 经常还指挥呢 你去那 这个去那 塔通一旦下了 杰林布朗也没有指挥能力 他本身就是被其他人指挥的 但是他在对内地位又高 其他人又不轻易的 敢于下命令 你比如说豁了笛之类的 看出来问题 通常也指挥不动杰林布朗 就他自己 被对方耍得团团团 人家跟这个六四 啥的似的 就是简单的传钱嘛 你看杰林布朗 场上这儿丢一个 那儿大一个 跟熊小的白包迷似的 杰林布朗至今为止 还是篮球质量仍然是偏低 不会什么 带粉货的打法 这杰林布朗我告诉你 他有点对于谁啊 智商更低 体格更好版本的凯柔文 单打能力更弱的凯柔文 这就是杰林布朗 他的篮球阅动能力 没有那个凯柔文强呢 就也不懂判断 防守其实也并不强到哪去 整个卡尔斯人 首发五人主理 就数杰林布朗 他的防守是最刺的 你看看他那个 惨淡的正负值 你就知道 他的进攻段数据是 仰仗语跟塔通一块出场 塔通替他吸引了 太多的加紧啊 潜质情况之下 他才大发射委的 但他整体表现 还是不太容易 谈不懂都软成啥了 你可拉倒 你看比赛嘛 这比赛打41分钟 正负值为正 你说这叫软 那怎么个叫硬啊 那他下的时候 他不可能一直打呀 我打的时候 球队一直都领先 我能建立足够的领先 有事 我一下球队就数 那我不可能一直不下呀 怎么能打48分钟 因此这都不叫软 单身小狗狼 宇哥看视线呢 为了收藏相关的问题啊 单身小狗狼 看一下啊 这个宇哥 我拒之开出了一张塔通 我选图的NBA使用球票 这个目前已经绝版 可今天绿军用数了 请分析这个票收藏价值如何 应不应该坚持持有啊 当然应该了 那现在刚刚输一场的话 我感觉你要是有额外的资金的话 可以选择继续架构 因为这个阶段属于什么 阶段的波动 有应下滑了 那你如果说这会补仓的话 那么就打出了一波微笑曲线了嘛 因为今年卡尔克人看这个样 大概率啊 是能够干到总决赛的 因为你看现在熊路前途也不补 之前战场那会儿 熊路队记忆拿下胜利的时候 利拉德当时率队取胜 仰看步行者可能说要输 但现在啊 喜讯传来 步行者呢 挺坚挺的一支球队 年轻球队 第一场比赛缺少经验 但第二场比赛 迅速的就调整心态了 包括哈利普顿在内 西亚卡姆也是经验方 的老将 把这个熊路队给学习了 那下一场比赛 现在最新消息是 志姆格拉德的昆博 应该是不会回归 不会回归 再写个两场 我告诉你西亚卡大比赛 就变成三比 雷拉德率队 也就赢这一场 接下来就败了 等这个步行者 如果倒到分局决赛之类的 那对于卡尔特人来说 就更简单了 接下来面对什么 你为尼克斯 只要保证不受伤病侵袭 打尼克斯也不成问题 因为尼克斯 属于是全面矮化版本的卡尔特人 这就正好是 正牌 遇上冒牌了 那肯定是 稳稳学习 还有上涨空间 是的 嗯 嗯